大家注意看,把鸡蛋倒入木耳里,用筷子拌一拌,简单一做,出锅就是一道酒店的特色招牌菜,一份就卖88,自己在家做5块钱成本就可以搞定。 看完视频之后,保证你又学会了一道拿手好菜,过年的时候给家人露一手。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些配菜,两个青椒,用刀切去根地,然后从中间片开,去掉里面的辣椒子,再把辣椒每一个都对半切开。 然后切成大大的小块,切完装入盘中备用,再准备半个洋葱,先切成宽一点的条,然后再改刀也给它切成大大的小块,切完用手给它抓散,装入另外一个盘中备用。 这个时候准备一个白色的大碗,往里面放入一把黑木耳,加入10克的面粉,不要浅的温水,水温大概50度左右,让木耳在面粉水中浸泡5分钟。 接下来准备一个空碗,往里面打入4个刚刚顺产的鸡蛋,家里有条件的话就用土鸡蛋,营养更加的丰富。 用我陪价的筷子,充分地将蛋液搅拌均匀备用。 空碗中放入一勺生抽,一勺食盐,一勺鸡精,一勺白糖,一勺胡椒粉,一勺玉米淀粉,半碗的清水。 提前调一个料汁,在我们做的时候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。 5分钟之后,木耳已经泡发好了,一小把就可以泡发一大碗。 用面粉洗出来的木耳会更加的干净,面粉的吸附能力非常的强,平时还可以用面粉洗肉类,刮果蔬菜。 洗净之后,装入碗中备用。 锅中倒入不要钱的清水,开大火把水煮开。 放入188里白色的食盐。 放入黑木耳煮上99秒,有的人喜欢默默地看视频,但是他会双击给个红心鼓励一下,这样的人最善良了,一定能够幸福发大财。 煮熟之后,控水捞出装入碗中,不需要过凉水。 这样炒的时候,木耳在锅里面就不会噼里啪啦的乱蹦。 大一点的木耳撕成小朵。 然后将鸡蛋液到了木耳中。 用一双黑色的筷子,简单的给它搅拌一下就可以了。 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。 油热把鸡蛋液和黑木耳一块倒入锅中。 把鸡蛋液煎制定型之后,然后再翻面。 两面都煎熟之后,用铲子给它倒成大块,然后翻炒几下,把它盛出来装入碗中备用。 锅中留少许底油,放入葱姜蒜,小米辣爆香。 再倒入青椒,搭配一下颜色。 翻炒几下之后,加入黑木耳和洋葱。 开大火翻炒30分钟,炒出香味。 最后倒入提前调好的料汁。 翻炒678下,把所有的食材炒到完全入味就可以出锅了。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小炒就做好了。 用这个方法炒出来的木耳鸡蛋吃起来鲜香味美,非常的好吃,下饭。 颜色也非常的漂亮,色香味俱全。 我家三个挑食的女儿,隔三差五点明就要吃,做法也非常简单。 如果你也喜欢就收藏起来,在家试试吧。